想在冬天看花文化香吗 现在去买的话 养上一个月左右吧 在过年的差不多就能开花了 它呢就是辣梅 因为我在院子里待过 待了一棵很大的 当时也高压了一些 让我爸去赶集卖掉了 给大家说过 这种东西呢是非常耐寒的 在北方地区露天锅东西也没有问题 零下30度都不死 而且它开花的时候 就像辣做的一样 黄颜色非常漂亮 这个呢就是辣梅 我这个呢是刚刚待到花盆里的 因为有好多话说 我买到辣梅 摆上以后就出问题就死掉了 今天给大家想想说一下 一般我们买到的辣梅都是原土苗 即使你买罗根的 或者是买的带土球的也是原土的 这种的收到以后怎么摆种呢 摆种很简单 如果地摆的话 不需要管直接种上就行了 如果是盆栽的话 最好是直接用原土 不要用太大的花盆 最好用桃盆 或者是一半原土 一半营养土去摆培 这样罗根的 在中上就不会出问题了 千万不要说 我直接用纯营养土栽种 辣梅呢 本身它是在原土里长的 在大棚里栽培也好 去买到的都是原土的 你直接换上营养土 养护的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而且室内环境不合适 用大花盆去栽种的话 浇水也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去买的话 买到以后用一半原土 一半营养土盆栽 放到室内温度高 光照又充足的地方去 现在都是满头花苞的状态 只要温度合适 它的花苞慢慢的就会打开 如果养护得当的话 再过年就能够开花为花香了 而且呢 浪梅是属于木本之物 相对比较好养 盆栽地栽都可以 是比较适合新手去养的花卉 它开花也非常的香 寓意也比较好 如果喜欢可以入手一下 现在种是最合适的 并且计划